你好,财经揭露,大家好 这一节我们应该说说一些商品的东西 是,何志光,这一节我觉得也挺走在时代的天端 因为外面真的很少人敢说 首先就是美国3月通胀那张 就升8.5%就是上次的CPI,再创4.0%的高位 我们很早以前就说,很认同一件事就是中俄之间 他们是会用通胀战,俄罗斯不会发黄石 也都不会那么容易发天然气 那把通胀就移到欧洲西方国家那里 那就要逼他们加息 形成一个滞胀的局面 所以就因为有俄乎之间 之前那些人就说随时打完 这个没有任何证据去打完 谁知道原来就不是的,我们一早都说的 因为如果打通胀战的,那当然拖也拖了 拖过冬天的时候,石油啊,天然气各方面都有价 但是近期呢,那些商品走势呢,就出现了一些改变 所以呢,中俄的通胀战就现在面对对手了 那你上一节呢,中美争霸说的那些 那这个是星期六出的中美争霸来的 那当时呢,我六那一刻呢,我和江志余有通话 你就看到那些商品很不对劳 那我就用了你的idea,就召变了这个中美争霸 这个我是公开承认的一个concept 好像我这个节目都有提 我跟你做财经记录预备的时候 都觉得是可能的加息是继续 嘣嘣嘣的去的 因为这个节目里说呢,就是说 俄罗斯都是一路打仗一路赚钱 太顺利 那唯有呢,是要走西方 被迫走一个连续加息的方法 要打死俄罗斯 就是俄罗斯在经济战上面 如果是赢到的,那代表着 美元霸权真的玩完了 就是全世界的这些资源国家 都以俄罗斯做大佬 就是带头和你美国作对 那美国唯有就炮打 一枪打出头鸟 就专将俄罗斯的经济上打死 不是军事上打死 是经济上打死 如果是这么说呢 当然大家都知道通胀 3月是8.5 5月是8.6 然后大陆6月的加息 就这么暴烈地 是4分3 但是现在预计未来的加息 仍然是很急 还有很多的 广度也可能是半厘 那如果今年下半年再加多几次 那力度很重 一般外面预计是4厘多 是啊 力度很重 现在加了3次 一次3月一次5月一次6月 对不对 总之就 加完就是4分1厘 半厘 还有4分3厘 就是加了1.5厘 但是你1.5厘 那你现在向4厘万进 就是下半年加多可能2厘 甚至超过2厘的息 那也挺重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边做了一个功课 他有一条片我看过了 他说到就是 如果说加息的速度来说 美国差不多现在是全球加息最快的国家 嗯嗯 暂时来说这几个月 所以其实不要当他留 他开始出一些板斧 是啊 那外面来说呢 那些的散户朋友呢 基本上深信油价是必升的 深信农产品是必升的 风胀必定在那里 那我们都身边见到 那些不懂玩股票的 都走来买一些 我都不懂的农产品 那你可见一班 那我们看看 油价先啦 油价不必要TI 是啊 3月那时候试过高位 130元 那一路都穿不到 那就挖着条线上 那在商品里面油价是最帅的了 OK 那流深呢 你见到呢 上个星期下过101的 上两个星期下过101的 那跟着就弹上来了 那你在打攻防战 在这位 那但是如果呢 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跌回到100元以下呢 那就不是惹小的 那但是最重要呢就是 油股票呢 那那幅图没变 但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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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 那我们看看其他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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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看看 这个 铜 好吗 那 CPR 是铜 的ETF 都跌得高 几乱酸 那 那其实就很乱酸 这张 这张很乱酸 那条颈线呢 在21年 2021年 走到现在 走了两年多 年半 那 那环区现在是专 那 那 铜呢 是在说 那个 工业 那方面全球的工业的行数表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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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喂 那即是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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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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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升上来的,升势是非常凌厉,去到2021年1月就停了 做顶,那上面究竟有多少的蟹货呢? 也是为什么我们香港这边的国内那些铜铁股不升,有原因 所以这个是商品里面比较差的 我们看看另一个,很多人以为是必胜的DBA,农产品 上个星期出了二样,穿了位,急跌了,是急跌那种 何志冈很难想象,农产品会跌下来的 不知为什么,这个真是 有些说法说俄罗斯和中国都有丰收 可能中国向外面购买粮食可能买少了都不顶 现在是不是这样暗示呢? 说中国丰收的话 因为农产品,除了这幅农产品的ETF 他那些小物的价,其他那些,我看那些农产品的股票 都是不理想的走势 如果当全世界人都深信这些东西是可以的 而他露了一个这样的样子出来,其实是很危险的 很多人在上面下注了,现在他这样插下来 而且通常这样插下来,很空的 不是慢慢跟你跌,慢慢有时间想想想 指不指舍,不是的,插下来插下来 所以现在看到农产品,铜那些已经穿了位 油价还没穿,OK? 我们看看最重要的一幅图就是美元 美元就很可怕 这个问题就在哪里呢? 我们如果只看图,不考虑美国引了多少钱 它会不会破产呢? 这幅图是多少年了? 也有二十多年了 也有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吧 二十五年附近吧 也有二十五年附近吧 我们看过有些美元指数 八十年代去到一百六十多了 最高 那这个最高就一百二十左右吧 是啦 那它103这些位是重要的 OK 那大家都明白了 美元对欧元和美国对欧洲和日本 政府有一定的驾驭能力 如果它利用美元作为一个金融核弹 当美元加上美国的利息 作为一个金融核弹 当美元要急升上去的时候 当然公共产性就会被它压下来 如果它这样做的话 美国就是放弃股市 然后用美元的利息 制造通缩 那有什么好处啊 那在通缩的过程里面 当然啦,刚才何志刚说到 打沉了商品 这样的话呢 那俄罗斯那群民友 就一点都不好玩 如果这样 这个我也要提一提 美国想这样做 俄罗斯就可能要 中间要发动一些战争的了 现在除了乌克兰之外 会不会开第二个战场呢 是俄罗斯主动要做的了 等于2015年呢 那时候呢 吹第一次加息 但是已经是出现通缩的了 中国和俄罗斯那边 油价已经跌得很厉害了 所以呢 俄罗斯在2015年的9月30日呢 就问中国呢 就预支了一些石油的费用 现在数回好像700多至900多亿的美金的钱 中国就预支了给俄罗斯 接着俄罗斯就派兵入敘利亚 嗯 那一系列的战争呢 就开始把通缩呢 就压低了 另外呢 2016年的时候呢 北韩呢 是跟俄罗斯协作的 所以北韩呢 就有两次核事的 嗯 就是你 你 如果美国现在玩这样 如果真的强美元 升穿120 现在我们会比较乐观些 对美元啊 不止110 看120 如果升穿120的话 俄罗斯一定 会搞多几场战争的 嗯 这样才可以按你的美元 升幅没有升得那么急 嗯 因为当时1516年就是发生类似的事情 好几次了 好像也可以是很当的啦 未来下半年或者明年的话 如果 如果呢 用美元的上升 和呢 利率那样东西啊 要禁止通胀呢 还有个情况出现呢 就是当 当那利率差不多见了顶之後 那些钱00是会涌回来美债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会帮助缩表和尾债有承托力 但如果是这样做,就是放弃股市 我不会觉得很奇怪的,因为说真的,都派了这么久 什么交叉都派了,有关人士,是不是? 所以,是不是真的走这一步企业 我们就真的拭目以待,看看未来几个月的发展是怎样 智光有什么要补充 我想都要说了,希望大家对下半年的经济要小心 因为我们另一节也有提到楼市的问题 我回应上个星期说楼市 如果是一个经济冰封在下半年,甚至明年发生的时候 那楼市又会不会表现很差呢? 那为什么要心急买房子呢? 我这样说吧,说吧 因为美国是需要强加息去打击俄罗斯经济 阻止这些资源国家去对大家一起 以俄罗斯为首去反抗美元霸权 唯有在经济线上打赢俄罗斯 美元霸权才可以生存下去 但是俄罗斯当然也是搞了一大堆战争的东西 去对抗 所以这些东西真的 真的这些时候不是买房子 不是乱买东西 做投资也不能够用杠杆 都要多些现金在身 因为你真的估不到 大家小心一点 好,没有投资意见,纯粹吹水 好,拜拜